嘲嘲嘲嘲嘲 嘟嘟嘟嘟嘟嘟àcies 嘟嘟嘟嘟 蟲蟲蟲蕩飯食 早前發表報告 建議各國推廣食昆蟲 解決全球糧食危機 又說食蟲營養好又 ayus 令食蟲好像好煙、好会食 其實世界各地一直以來都有人把蟲當飯吃 先說我們中國大陸 可以食用的昆蟲超過100種 好像雲南人喜歡吃螞蟻 湖南湘西一帶喜歡吃炒蜂炒 廣東廣西多池塘 人們就喜歡吃龍蜜 說味道像火腿 香港人以前都吃和蟲 好像泰國也有吃蟲比賽 新西蘭還年養吃蟲加連華 生吐吐的蟲就不是個個敢吃了 幸好很多食蟲推廣者都想到辦法 提升昆蟲菜式的賣相 日本有位料理師傅內山超一 自創精美的蟲蟲料理 這些蟲蟲壽司是否看見都流口水呢? 英國就有位名廚雷之皮 烹調高檔蟲蟲菜式 還寫昆蟲食譜 減昆蟲料理學堂 其實食蟲這家東西都不是現在先興的 有歷史學家研究 早在四世紀 古希臘人已經會食蟲蟲 甚至會用蟲來做餅吃 我們中國的歷史珍大夫 在本草項目裡面 都記載了百多種有藥用價值的昆蟲 例如蟬褲可以用在錦鋒然頭痛 五谷蟲可以清然解毒 不過食還食都不要亂來 早排美國就有位食蟲王 在比賽裡面一口氣露吞了百多隻蟑螂 誰知頂不住 最終搞出人命 所以奉勸各位食家 蟲蟲始終有機會帶有細菌和寄生蟲 食之前一定要了解蟲蟲來源 衛生程度和最好煮熟才吃 食什麼都好 最好適可而至 不成功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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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